女孩打算给男友一个惊喜 可没想到惊喜变成了惊吓 女孩狠狠地撞在跳板上 鲜血染红了泳池 原来就在不久前 一个神秘人拉下了闸刀 泳池的水位开始下降 察觉危机的导舟拼命吼叫 睡梦中的男人才猛然惊喜 再看四周 水位已经下降了足足两米 而更麻烦的是 这个荒废的泳池早就没了楼梯 阿强赶忙游向泳池边 可高度根本不够 他拼死抓住边上的壁灯 然而下一刻 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 原来整个指甲都已经被撕裂 他强忍着剧痛包扎了伤口 猛然响起岸上的手机 赶忙解下浴袍上的腰带 捆住眼镜做成简易挂钩 试图将手机拉下来 可手机没勾到 反而脚底一滑 眼看着水位还在不断下降 男人绝望地呼救 希望有人能发现自己 然而昨晚来取景的剧组早已撤离 方圆集里根本没有任何人 就在阿强绝望之际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而且还在向泳池移动 阿强兴奋不已 身后的爱犬也紧张得嚎叫 没想到竟然一脚踩空挂在泳池边上 更要命的是狗狗脖子上还挂着狗绳 一边是脱困的希望 一边是自己的爱宠 阿强犹豫一番后还是决定先救狗狗 可当他用气垫把爱犬救起后 手机已然掉落 阿强顿石毁恨不已 可没想到手机铃声却并未停止 原来手机还连着充电器 看来天无绝人之路 阿强赶忙游到泳池边 想抓住空中的手机 可没成响手一滑 手机直接掉入了水中 等打捞上来时已经彻底凉凉 俗话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大门 肯定会把窗户都焊死 水位还在剧烈下降 阿强赶忙下去想要堵住排水口 不然等水排空就更别想上去 下条这时外卖小哥来送披萨 阿强一着急反而被扣链卡住 他在水下疯狂的呼救 岸上的外卖员却根本没有注意到水中的人 等阿强正拖回到水面时 外卖小哥已经离开 疲惫的阿强倒在水床上缓缓睡着 然而就在此时女友来找阿强 看着躺平的男友 女友毫不犹豫地来了个爱的冲刺 结果就一头砸进了泳池 这下好了 两人全都困在了这里 而阿强还不知道 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到了第二天早上 阿强双目呆滞地望着对面 那是昨晚不知从何处跑来的一只巨鳄 好在鳄鱼正在睡觉 不过悲剧的是女友的伤口还在流血 而止血交代此时正在鳄鱼的大嘴里 阿强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巨鳄旁边 好在鳄鱼并未被惊醒 阿强再次抓向了交代 好在鳄鱼并没有追来 帮忙给女友包扎的伤口 可没有食物和水 他们又能坚持多久呢 突然阿强注意到了排水桶 可这里也被锁死 任凭阿强怎么使劲都打不开 远处的鳄鱼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仿佛在嘲笑阿强的无能 阿强紧张地回到女友身边 突然注意到女友的项链 用项链拧开螺丝之后 终于打开了逃生的道路 可就在他想要唤醒女友的时候 鳄鱼竟然抢先进入了下水道 这下阿强彻底慌了 他不知道鳄鱼会不会埋伏在下面 可女友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坏 由不得阿强在等啊 他只能豁出性命进入了下水道 跑在这下面四通八达 阿强寻找一番后找到了出口 然而他没想到这里也被锁住了 而更可怕的是 他在反光镜中看到 鳄鱼又回到了泳池中 巨额爬向了昏迷的女友 跑在阿强及时打 用木棍吓退了鳄鱼 剧烈的声响终于惊醒了女友 两人趁着鳄鱼不注意逃进了下水道 虽然暂时获得了安全 可也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了出路 只能期待救援 跑在机会终于出现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滑翔伞 阿强赶忙推开井盖求救 然而离近了才发现 那只是个儿童玩具 并不是什么救援 但有玩具也就意味着附近有人 阿强拼命呼救 忽然一阵强风吹过 旁边的一个铁丝网掉落下来 生的希望再次燃起 阿强不顾上面的道次 强忍着剧痛向上爬去 可就在最后一刻铁丝滑落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鳄鱼正啃着自己的小腿 阿强拼命地挣扎 可鳄鱼也不再放弃 相持了这么久 双方都是又累又饿 最终阿强还是拼死逃回的碎堡 就在这时滑翔伞掉落 两个男人出现在泳池旁边 他们放下滑梯打算取走滑翔伞 此时鳄鱼躲在沙发下面 两人正好躲过一截 等阿强发现时两人已经走远 不过幸运的是 刚才两人走得急 并没有收走梯子 而不幸的是 鳄鱼显然不会放弃这顿美食 狭路将逢勇者胜 阿强用布条绑住手上的伤口 在外面缠绕住戴茨钢丝 拼死一搏的时刻到来了 巨恶手先进攻 一口咬住了受伤的左腿 阿强也不示弱 翻身就是一顿爆锤 最后关头从沙发上掰下一根断腿 狠狠地插进巨恶的眼球 可命运似乎从来没有眷顾过他 雨水滑走了绳索 梯子也被抽了上去 阿强已经彻底绝望 再也没有任何力气反抗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爱犬的叫声 狗狗竟然直接跳下 用自己的生命为他搭建了最后的生机 阿强彻底疯了 抄起地上的钢管 随后一个猛冲 巨恶终于倒下 阿强强忍着悲痛 顺着狗狗的身体逃出了升天 阿强